有点过 直接就是这样写的话 这样靠外写 又觉得太散 所以有些人才用直勾 直接往上挑 但是我想呢 写欧字的人 你现在还先照着欧阳勋这么写 将来写好这笔之后 愿意挑的什么位置上 都是随心所欲的 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再写一下这个点画 应该说这就算比较规范的 不要太坡度太大 坡度太大以后 像欧阳勋这样 就稍稍有点利义 利书的比义 这样的话相对的值一点 又比别的书体呢 稍稍靠外一点 就要恰到好处 但是写的时候 只要你基本功好 直一点 斜一点 歪一点 都没有大问题 不要过于的死守成规 也不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 写一下这个鬼字的 行书写法 三角已经变为一个点 耳了 但是欧阳勋在某些时候 写的鬼字 也就是凯书也加了一点 也没有关系 比如他写前面那个 魏征那个魏子 魏征凤赤传 那个魏子 我写一下 那么多分钟 他就在这个地方点了一个点 所以这样的话也不能算错 就其实楷书这样写也不算错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鬼子是讲的规范 更规范一点写 应该后面是个三角 但是点了一个点 有时显得很俏皮 很精神 在新书当中 很少再有人写的三角 所以在写的鬼子 新书写的时候 往往都是这样 点一个点 加一瓶行不行呢 同样无所谓 我们只要知道这两种写法就是 这都没有关系 所以写好这个鬼子呢 像这个这种笔画 也应该有楷书的基础 才显得非常的潇洒